一点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嗯